大家好,我是Stan 上个月底,一位网友上传的 最近C66越来越过分了的天文 重新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位网友表示 在节目中,前期每天都在说 胸部屁股这种话题 你就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也问了宇杰涩自己上周有没有来月经 说实话,我也知道这是综艺 只是为了做效果 但是对已婚男士说 我来月经了吗?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 然后之前女邪心来的时候 说什么partie vibe后 用胸部对胸部做了high five 而看到这个后 你就很伤心地说 为什么自己要做的时候不让做 却给别的女生做 这真的是超越了底线 虽然知道宇杰涩慌张的样子 是这个综艺的笑点 但是还是无法理解 这是5月25号的天文 然后在今天6月9号 再次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换一下性别想一想 男生们针对一个女生开这种玩笑 女生很慌张的话 这是笑点吗? 因为太夸张所以会感到不舒服 甚至也没有意思 所以没有在看 很多人说月经这种事 就是要能这么自然地说出来 那男生们对女生说 我最近没有梦衣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今天梦衣了吗? 问这些也可以吗? 如果觉得女艺人突然问男生 我今天月经了吗? 没什么问题的话 男艺人突然问女艺人 你这个月来月经了吗? 也要非常自然吧 但是如果真的问了 你们觉得观众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现在不是胸部月经话听 本身有问题 是因为对已婚男士说这些 用兄弟做party5才是问题 女生之间做谁会说什么? 这是因为女生们对宇杰涩这样 才会有这么多人护航 如果今天男生们 对一个形象很好的女艺人这样的话 早就引起性骚扰争议了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就是这些算命们会毁掉所有综艺 你们不看就可以了 还说东说西 我只是觉得 个个在接受妹妹们的调皮而已 所以很有趣 看留言的话都在说很无聊 那为什么还一直在看呢? 月经什么的也是4月份的事情 怎么还继续在看呢? 这个正义到底要在论坛 持续吵到什么时候? 4月的事情到现在还这样 那之后米纠又没有做同样的事物 真不知道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们是跟我看不一样的节目吗? 我只是觉得吃东西菜东西很有趣 反正聊天不是主轴不是吗? 对于6sense争议的韩网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6月8号 小S在Facebook上传了一段影片后留言 我的姐夫上了我非常喜欢的韩国主持人 余杰索跟QC我的节目 结束之后他们录了一段影片给我 我是不是要准备进去韩国了? 我需要韩网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内容 你好 我希望你能够更幸福 我也希望你能够早上的日子 如果你准备到韩国,一起吃饭 我们可以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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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赶紧来吃饭 我们可以赶紧吃饭 我们可以赶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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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看的 苦俊俊也太善良了 小鱼子说喜欢 就这样帮忙拍影片 宇杰森应该会很幸福吧 可以尽情地嗑这座勒布兰 什么时候播放呢 我不太关心别人的爱情 但是这对情侣真的前后过程 详细情况都太想知道了 也想看到两个人的合影 不要只吃饭 也跟许席弟一起拍一集节目吧 口才好的人之间的见面 应该会很有趣的 许席弟应该一定是E 请学韩文之后出演一次综艺吧 KKK 他真的太期待苦俊俊的UKID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XO的团体结尾 近期在音乐节目的结尾妖精非常流行 也获得了很多观众们的喜爱 但是大家知道 在结尾妖精流行之前 非常有名的EXO团体结尾吗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别家粉丝也喜欢这个团体结尾 EXO好帅 真的是让眼睛想服了 团体结尾多好 展现了这就是KPOP的感觉 不管是我家IDOL还是别家IDOL 因为太肉麻 所以我都没有仔细看过结尾妖精 比起喘气的个人结尾 这种团体结尾更帅 而且他们又不是Solo是团体啊 这些照片当时也是以 长得帅的人旁边长得帅的人 而有名的动图 等待EXO之后的团体结尾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再见